第六讲 说了成文字档案 还有编辑成文字档案的那一类软体 叫做编辑器 editors 但今天我们要讲排版的软体 虽然编辑器也可以做少量的排版 比如说它可以靠左边对齐 它可以所谓的缩排 就是每一列的文字都退四格 或是退八格 它还可以利用空格跟跳格 就是space跟tab 把一列文字放在荧幕的正中间 它可以做这种很基本的 类似排版的事情 但是这个当然是太基本了 在editor里面做这样简单的排版的目的呢 无非是希望能够提高阅读的清晰程度 帮助读者比较 读得比较清楚一点 而这样的排版确实也需要 尤其是以后我们在学写 一个城市语言的原始码的时候呢 这样子的清晰的排版的风格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我们要谈的不是这样简单的排版 我们是指比较复杂的排版 譬如说像大家在网络教材上面 看到的那种网页 这是需要排版的 那么譬如说大家读我这本书 这本书当然是需要排版 所以这个排版 Type Setting 它除了它在这个比这个编辑器要哪些功能呢 其实要多的功能还蛮多 蛮复杂的 那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Type Setter这个排版的软体呢 起码要可以改变字型的 或是改变字型的大小 或是改变根本就改变了字型 那它也许可以帮我们排印 如果印在纸上的话 它必须可以帮我们排 这个排版表格 那还有呢 如果是想要做文并茂的 这个排版的话 它要可以安插这个图面 在文章里面 让这个文字呢 在图片的上下 或是甚至于是图片的左边或右边 绕着图片来拍版 那么对于特殊的这个民族的文字呢 它还必须要有的时候能够从横排转为直排 这个我想大家都了解 我们中国字的这个写法呢 在某些时候我们会喜欢看到这个直的写法 譬如说金庸的武侠小说 好像我还没看过有人把它横着排过来 还有各种公文喜欢用这个直的排法 还有呢 这个有一些文字虽然是横写 但是它们是从右到左来排版 而不是从左到右 譬如说阿拉伯文是从右到左的 希伯来文也是从右到左的 就是这一类的事啦 那对 还有这个如果是比较科技方面的排版的话 你必须要这个一个Type Setter 排版软体呢 最好能够给我们一些工具 让我们可以排版漂亮 而且专业的这个数学方程式啊 或者是化学的这个间接 间接图表这一类的东西 好 所以大概你心里有一个概念啦 这个要作为一个Type Setter呢 基本上的目的 大概就是要让我们排版出来 像各位在网络教材上面看到的网页 那样子品质的东西 或者更好一点的东西 或者是像在计算机概论16讲的 纸本的这本书里面 看到这样排版的品质 或者更好一点 这样的东西 有这样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用Editor来完成 而是我们需要一个排版的工具 或是排版的软体 我们下期再见